老头子,动手 你们给我住手,谁给你们的能耐,居然敢打我老婆,你们不知道她还在坐月子吗 李凯,你还好意思说我,我问问你,你明天给我孙子孙女办满月酒了,为什么不通知我 呵呵,真是笑话,我和你有关系吗,我孩子的满月酒为什么要通知你,再说了,你有资格参加吗 儿子,你怎么说话的,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孩子的亲奶奶,满月酒我怎么没资格参加 死老太婆,我已经算对你客气了,就凭你刚刚打我老婆,我不打你都算好了 趁我现在还没有对你们发火,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好啊,你个白眼狼,还想动手打自己的亲生母亲,真是个不孝子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你老婆娘家给的那套学区房给我,我就赖在你们家不走了 呵呵,老太婆,你还真敢说,那是我娘家看我生了龙凤胎奖励给我的,你有什么资格要 儿媳妇,你都嫁给我儿子了,所以你娘家奖励的学区房也是属于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资产我怎么没有资格要 我呸,你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我今天就明确的告诉你,你做梦去吧,房子我是不会给你的 好你个黄露露,你是怎么做儿媳妇的,自古以来儿媳妇都是要无条件撑婆婆的 你现在倒好,不但不听还敢顶撞我,我看你就是欠收拾,老头子过去再给她挤巴掌 你们敢动手试试,老太婆,我发现你越来越无耻了,我岳父岳母奖励给我老婆的学区房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再说了,我们早就断绝母子关系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说要房子 儿子,妈也是有苦衷的,眼看你弟弟的小孩马上就要读书了,他需要一套学区房,这不是刚好你老婆有一套,所以我就想着要过来给你弟弟 呵呵,你要不要脸啊,竟然想拿着我这套学区房给你和那个野男人生的儿子,我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门都没有 儿子,你怎么这么狠心啊,那也是你的亲弟弟,你忍心看他的小孩没舒服吗 我呸,你居然说我很心,难道你抛弃我的时候就不狠心吗,你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就不狠心吗 我听我爷爷说,那年我才三岁,你为了和你的野男人在一起,合伙起来坑害我爸,我爸本来心脏就不好,结果活活被你们气死 而你呢,在我爸去时候,就和野男人编卖了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把我抛弃在一个废墟的工厂里 要不是我们村的王大爷去捡废酒发现了我,哪里还有现在的我 儿子,你可不能听你爷爷道听徒说,我没有抛弃你,是你爷爷看我不顺眼 怀疑你不是他的亲孙子,才把你丢在废弃的工厂里的 你还真是会颠倒黑白,你把我丢在废墟工厂里的这件事 全村的人都知道,你还在那里狡辩 儿子,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再说了,你现在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 所以,你还是赶紧把你老婆娘家给的那套学区房给我吧 真是天大的笑话,你做了这样的事,还有脸来跟我要房子 给你和那个野男人生的儿子,真是够无耻的 房子我是不会给的,你们赶紧从我家里滚出去 李凯,你怎么这么无情 我生了你,给了你生命,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 我呸,你给的那条生命早就在你把我抛弃在废墟工厂里 让我自生自灭起就没了 我现在这条命是村里的王大爷给的,是我爷爷给的 是我爷爷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成人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你不要在这里说是我的母亲 你不配 谁有都知道你是怎么对待自己亲生母亲的 你去啊,我告诉你,既然你做事这么绝,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我手里可是有当年你和那个野男人合伙诈骗我爸 导致我爸工厂倒闭活活被你们气死的证据 当年我爷爷顾及你毕竟是我的生母,就没有把证据交出去 现在证据就在我这里,本来你不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是不会把证据交出去的 可是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母亲一听顿时慌了 我的好儿子,你可不能这样啊 妈知道错了,你就放过我吧 老太婆,你刚才打我老婆的时候,那不很近啊 怎么没有了,我告诉你 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这些证据交出去,还有当初你抛弃我的证据也一起交出 最终,因为李凯提交的证据充足,这两个狠毒的老东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晚年在监狱中度过,最后郁郁而终,你们支持李凯的做法吗?评论区说说你们的想法